来看一下国际新闻焦点 哥伦比亚的油库发生了爆大 看到是滔天的火势 这个油库起火燃烧浓浓黑烟 弥漫了天际 但是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油库爆炸呢 当局目前也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造成了一名53岁的消防员不幸的丧生 另外是澳洲的外长黄英贤在21号 访问了北京跟大陆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进行了第六轮的外交战论对话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们继续以为我们能够肯定的关系 并继续以外国的关系 如果我们能够选择我们的差别 而这代的挑战是要选择那些差别 我曾经认为我们的位置 好21号这天刚好是这个中澳建交50周年 黄英贤对王毅表示这是两国能够明智的管扣分歧 那各自的维护国家利益之余 也能够发展双边的关系 澳洲政府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而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中国大陆了 根据媒体分析在黄英贤访问大陆之后 大陆对于澳洲出口产品实施的制裁 渴望会逐渐的放松 好另外呢要来看到的是在这个中东的阿富汗人权的状况 急剧的恶化 塔利班政府突然宣布要禁止全国的女性接受大学的教育 而执行这个禁令执行的第一天呢 在首都喀布尔的大学之外 就有五中的塔利班分子守在校外 就是阻止女学生进入校园 那介凡呢这个九点的新闻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十点钟是雅婷主播 请大家持续锁定在我们的频道哦 千万不要离开 谢谢大家拜拜 大学的外头一群人高举着标语抗议 有塔利班武装分子开着汗马车停在校门口 不少女学生进不去校园只能徒步离开 阿富汗人权载道退 塔利班政府12月20号颁布禁令 宣布禁止女性就读大学 禁令即可生效 在首都喀布尔大学外 可以见到塔利班分子守着 阻止一群女学生进入校园 有人在外头享有耳机 然而就在三个月前 有很多女学生才刚通过大学入学考试 好不容易考上梦寐以求的大学 一道禁令就让他们的努力彻底白飞 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天表示 新一轮的新冠疫情在大陆蔓延 各地的医院似乎是人满为患 WHO is very concerned over the evolving situation in China with increasing reports of severe disease in order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risk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WHO needs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disease severity hospital admiss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ICU support WHO is supporting China 达办局的官员指出 尽管大陆官方宣称 急重症的监护病房 就是ICU病例数量相对较少 但事实上是ICU很忙 根据BBC的报道 北京跟其他城市的医院 都是人满为患 CNN甚至还募集了北京 有一处骨葬场停车场 满满车辆 示威认为接种疫苗是应对的策略 而德国政府宣布 第一批的BNT新闻疫苗 已经运往大陆 这一批的疫苗将会先用在外籍人士 估计大约会有2万人 至于美国的国务院表示 也愿意捐赠疫苗 给大陆协助抗疫 而在大陆的外交部已经回应 没有需要 好来看到最近很多民众想要出国了 但要到日本旅游的民众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日币 突然激升 在21号日元对上新台币 来到0.2363 那么对比10月份 当时的低点 如果你换10万台币 差了3.6万日元 等于是少吃了36碗的一篮拉面 根据台银排告现今卖出汇价 21号下午3点半 日元对新台币的汇价 已经升到了0.2363 以10万台币来看 只能换到42.3万日元 对比半年来 日元汇价最低点 是在10月21号的0.2175 相差3.6万日元 算一算等于少买四张东京迪士尼门票 甚至少吃了36碗伊朗拉面 专家建议不要在此刻日币偏高的时候买 可以等日币风头过后逢低分批进场 如果明年才有日币需求 可以等到明年三月走扁时再换 边境解封之后国际旅客增加 国内饭店住房率也跟着提升 但是有一名网友他破文控诉 旅宿业真的极度无耻 没有客源的时候哭喊拿补助 有客源的时候房价涨三倍以上 有不少网友心有同感 纷纷表示干脆出国还比较便宜 台湾饭店价钱很过分 一碗住一万二等于机票一张 两碗等于日本机家酒了 人力厉重不足 实际上电房网来查询 五星级饭店房价 A饭店平日八千九百七十六 液蛋液一万五千五百零五元 涨了将近一倍 B饭店平日六千九百二十九元 液蛋液飙到了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三元 涨了二点五倍 节欠档期市场供需因素 房价变贵 但就看民众自己能否接受 记者临床安王一仲 台北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